Hello,大家好,我是小溪 三国中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是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 而曹操麾下有八名勇猛的宗亲将领 而八虎将中在曹培时期最为出众的有两位 曹真和曹修 他们都是以一人之力威政八方的将领 立下过许多汉马功劳 也深得世促的敬佩 智勇双全 深得兵家争传 就连死对头诸葛亮也颇为赞赏 如果这两位虎将若不早年惨死 司马懿父子也不会有机会篡夺政权 第一位虎将就是曹真 三国之记载 有一次曹真撂到诸葛亮毕攻陈仓 早早派人守在陈仓 修住城池 等到诸葛亮来攻打陈仓的时候 号召因为有备而战 使得诸葛亮无功而返 这样运筹帷幄的能力 让魏文帝赞赏有加 有一次却在反军回洛阳途中病重 还没到五十岁就早逝了 直到他的儿子曹爽接任曹真的位置 却没有继承曹真行军打仗的能力 以致被司马懿夺阵图三族 第二个就是曹修 晃初三年 曹爹清真讨伐孙权 兵分三路 曹修被任命为征东大将军 此战曹修杀敌数千去得大劫 被曹爹败为扬州牧 曹爹驾崩后 与曹真一起辅政为明帝 太和二年 东吴的波阳太守周防 假祥卫国 骗曹修出兵 曹修孤军深入 遭遇吴军埋伏 仓皇撤退 又因水路行军缓慢 苦战不已 曹修回洛阳后 尚书谢罪 魏明帝下旨辅慰 曹修越发贱恨不已 导致背部生了毒疮 毒发而亡 两位大将相继死去 这让魏明帝不得不重用司马懿 后来司马懿逐渐掌握了军权 最终拥军自立 篡夺了魏国政权 好了 本期视频道就结束了 我是小鸡 我们下期再见